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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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每个人都能打到一副号牌 敢于出手 才能成为最后的赢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欧盛 欧盛 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一副好牌 要敢赌才能赢啊 想体会欧盛的胜利刺猬吗 想知道Warren王下了赌桌 还是赚的秘诀吗 答案就是齐全 5000名会员口碑响应 中文投资网最新推出齐全101 想投入比股票少的本金 赚的比股票多 您要知道技巧 懂得控制风险 中文投资网首席分析师Warren王 技术分析第一把交椅Jay 10月3号开始 周一到中午天天石盘交易给你看 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呢 收看今天的美股收盘节目 我是中文投资网的Jason 今天的话呢 三大指数跳空下行 纳斯达克指数呢 下跌了81点 将近82点 标普的话呢 下跌了27个点 道琼斯的话呢 下跌了198点啊 将近200个点啊 盘中的话呢 跌破了200点 尾盘呢收上了一些啊 那么我们呢看一下这个 各个指数的实际走势啊 各个指数 我们先看一下标普啊 标普最简单了啊 标普500啊 我们看到呢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标普500的五分钟走势啊 那么今天呢 跳空下行 然后一路跌到2138 然后反弹到2145 再次下行 到了2128点啊 28点 那么呢今天尾盘反弹到2138附近啊 我觉得呢明天可能会顺势的高开一点点 如果这样的话呢明天可能在这个地方盘整 如果明天顺势低开继续向下行 可能呢 还会延续下降的趋势啊 还会延续下降的趋势 那么我们在盘中的话呢 要注意啊 要注意 有的朋友说呢 今天的这个指数啊 为什么低啊 为什么向下跌啊 我们知道昨天的话呢 由于这个债势啊 休息啊 所以说呢 这个 美元的话呢 没有一个比较直接的表现 今天的话呢 这个恢复了啊 我们发现的美元啊 直逼的这个100块钱的大关 直逼100块钱大关 美元走强 那么呢 美国这个政府啊 出现这个美 出台了这个美元的监管政策 也就是预示着啊 这个加息周期的一个来临啊 我们不必要非要等到加息的那一天 股票的指数 已经给我们提前的一个 练兵啊 已经提前的体现出来了 已经提前的体现出来了 我们看日线啊 日线的话呢 这个很明显 很明显 这个上涨趋势已经 结束了 已经结束了 把这个形态破坏掉 那么后面的话呢 大概率的事件啊 就是下跌 至于下跌的幅度呢 我也不能在这耸颜听闻 大家呢 关注我们的VIP 我们会带着大家 实时关注的这个指数走势 另外的话呢 根据这个指数的我们的判断的话呢 有一只这个看 看跌指数的恐慌性的品种 恐慌性的品种 我们今天的话呢 呃 在五分钟的级别当中啊 我们在这个位置啊 在这个位置啊 在这个这个双线交叉的位置呢 呃 我们开仓啊 开仓了 呃 有朋友说呢 是不是17块多就卖了 我说这个还早 还早 大盘如果持续下跌的话呢 他会有一个非常精神的表现啊 非常精神的表现 嗯 所以说呢 呃 我们拭目以待啊 想这个跟上我们节奏的朋友呢 呃很简单啊 就加入我们的VIP啊 然后呢 实盘啊 每天7个半小时 然后跟着我们那个做盘啊 跟着我们做盘 呃 这个 基于这个 呃 总体的盘式的感觉的话呢 今天的这个黄金啊 GLD啊 我们看一下啊 GLD的话呢 今天啊 还是 呃维持在了这个一个 这个横盘的一个态势啊 维持了一个横盘态势 我们看一下日线啊 日线呢 还是围绕着啊 1200块的这个价位区间啊 呃 这个在横盘的整理啊 整理过程 那么我们知道啊 在这个位置上前两天呢 我们做了 呃 一票啊 这个看空黄金的指 这个产品ETF 那么在这个位置上的话呢 可能会引发反弹啊 可能会引发反弹 所以说呢 呃 黄金类的产品 呃 这个我们可以啊 持续的啊 再关注它的反弹啊 这个时候看空的产品呢 就不要再开了啊 不要再开了 那么原油啊 我们看一下啊 呃原油的话呢 这个上涨的态势呢 比较明显啊 比较明显 我一直关注的这几个位置 都被突破了啊 所以说呢 上涨的趋势呢 还是比较的明显 现在呢 这个位置 来到了前期的成交密集区啊 成交密集区 可能在这个位置上 需要整理一下啊 需要整理一下 但是整理过后的话呢 我们觉得原油啊 呃向上拉升的可能性呢 还是存在的啊 那么原油指数 呃 这原油指数的压力 可能在56块钱上方啊 56块钱上方 所以呢我们拭目以待啊 拭目以待 这是我们关于原油啊 美元 各个指数 还有我们操作的小股票啊 还是那句话 美元走强啊 啊这个这个 银根缩紧 可能是引发大盘 提前对这种经济政策预期的一个 呃 体现啊 所以今天的话呢 呃股指这个有了一个很大的跌幅啊 今天可能也只是一个序幕啊 后面可能还会有更大的跌幅产生啊 这个跟着我们这个VIP 咱们做这种恐慌性指数 可能会带来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收益啊 那好呃 咱们谢谢大家的收看啊 咱们下一期节目再见